民众下定海外商品得要留意 是否买到了禁止书台的违禁品 中国是口提议的疫区 入品禁止入台 但是台湾就有消费者 今年初以人民币288元 在淘宝网订购中国产制的火腿肠被查获 在昨天遭到起诉 输入关键字淘宝网就出现琳琅满目的加工肉品 还有影片教学烹饪方式 而部分商家的邮寄范围更涵盖台湾各县市 不过中国是口提议疫区 肉品禁止入台 今年1月一名装姓女子 以人民币288元 在淘宝网订购8.55公斤 中国产制的火腿肠 被关务署台北关查获移送侦办 10号台中地检署依违反 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罪 起诉装姓女子 方检局表示若在海外网站 购买肉类加工品 例如常见的肉松肉干凤爪 甚至是犬猫食品 都必须向海关申报 没有检疫证明书或检疫不合格 就不得输入 若产品来源为口提议 牛温非洲猪温等疫情疫区 直接严禁输入 近期非洲猪温在中国肆虐 防检局已要求淘宝等网站 必须针对台湾消费者 加注警语 毕竟光去年我国就查获 高达609件来自中国的违规动物产品